今天晚上好 戴着安全帽在两名刑警护送下 陶艺移工阿炎坐上警车 移送花莲递检署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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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脚步 层层警力介護 因为检方认为阿炎盛嫌重大 将会是太鲁阁号事故中 关键的角色之一 二号上午八点多 李翔开着工程车 经过花莲市中山路 上面再買輪胎 除了駕駛外 副駕駛座的白衣男子 疑似就是義工阿豪 但他們一路抵達工地後 阿豪是單純搬運輪胎 還是也有移動工程車 將會成為檢方偵辦重點 來自越南的阿豪 在台灣也有親人 姐姐擔任看護 泰魯閣號出事後 李翔要阿豪躲起來 整整六天不見人影 那在場的共同被告之一 昨天已經驅提到案 經檢察官訓問之後 認為有逃亡的事實 有勾串滅證之餘 所以已經向法院申請 駕駭境界 檢警全力追查 相關人等身份 一一浮上檯面 身為監造商的 聯合大地顧問公司 不僅全台拼搏工程 暫停施工 公司電腦也被查扣 要調查有沒有相關證物 檢調單位動起來 抽絲剝檢 要把事故真相查個水落石出 三船旅院學長與花蓮長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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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